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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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就算時間老去 就算無喚醒意 慢慢靠近 調整呼吸 相遇而游到水裡去 我要時間 都留給我 雲的安靜 風的挑剔 和你看年華日夜挑剔 我要時間 你留給我 我聽說 青東特意帶回來一個英國的設計師 想要參與戈蘭城的配套設計 是 還不錯 從哪裡摔倒呢 就從哪裡站起來 你多照顧一下他的感受 外公 等設計方案出來 兩邊公平競爭 誰做得好就用誰的 宋元長那邊我去公關 您看這樣可以嗎 嗯 那就照你的話去做 你跟文文的婚事定下了沒有 嗯 我聽說好像萬澤 最近跟趙家呢一直在接觸 趙鵬城 可不像文文那麼單純哪 你盯着點 您放心 我會抓緊辦 走不好 好 有個事我得提醒你一下 我在英國聽到了 關於趙文文的一些風言風語 說趙家這個大小姐 可不是一盞省油的燈啊 文文性格一向張揚 沒少得罪人 風言風語的話自然是沒少說 我要是計較那些有的沒的 倒嫌得我幼稚 大器 趙家這個女婿 果然是沒有找錯人 一家今後的發展 就全靠你了 背靠大樹好成梁嗎 還是得靠我們自己 當靠文文為心 胸懷大略 我看好你 我祝你跟趙文文有情人能夠 忠誠眷屬 你跟文文在一起的嗎 你跟文文在一起的嗎 目的 目的 什麼目的啊 我這幾天就一直陪著她逛街購物啊 就沒發生什麼別的事情 沒有啊 從現在開始 她去過什麼地方 見過什麼人做過什麼事 都要想回報 這 這合適嗎 把那媽子兒去了 完了 我感覺一陪她好像發現了什麼 總覺得心裡好心虛啊 她知道趙文文回來是要找這個男嗎 這個倒是沒有說 但她呢 讓我去跟蹤趙文文 可是我又答應過趙文文不說出去的 那你覺得這怎麼辦啊 總不見得讓我撒謊撒下去吧 可是如果我不幫趙文文的話 你說按照她的性格 一定會向一陪告照 那我這工作不就泡湯了 我怎麼感覺我自己像個間諜一樣 而且還是個雙面間諜 簡直就是考我的智商 那還是先找這個李恒麗再說吧 這個神秘人士到底是幹嘛的 你等一下啊 看 李亨利 男 四十歲 上海人 話劇導演 曾經在英國留學 導演過舞台戲劇作品 迷失 就這麼多啊 這信息也太少了吧 再看看 你在未來 沒有聽說過這個人嗎 趙文文這個人 我向來都是在新聞上看到的 我哪知道那個什麼李恒麗 到底要幹嘛呀 這個大叔講得還挺帥的啊 他跟趙文什麼關係啊 趙文不是要跟一佩結婚了嗎 一佩知道嗎 你想問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答案 可是我並不知道 這兩個人啊 最好什麼關係都沒有 說實話 我可不想陷入 他們有錢人的關係當中去 我羨慕你還來不及呢 要不是一佩跟趙文文 已經有了婚約 我可是想鼓勵你 把一佩給拿下的 那個自大的人 就算是再有錢啊 我都不要 來 借我用一下 我看你就是被葉佳成 給煤了心窍 李恒麗 李恒麗 那你查這個迷失呢 湖水路三十一號 旁白戲劇工作室 看來我們只能亂找一通了 萬一 下貓碰上死耗子呢 好 請問 那這裡是旁白戲劇工作室嗎 以前是 現在給餐廳了 你看不出來嗎 那請問 趙是不是曾經演出過一個話劇 叫做《名師》 不知道 可能嗎 那您認識那位話劇導演 叫李恒麗嗎 李恒麗 沒聽說過不認識 您稍等我一下 你看看這個照片 你會不會覺得面熟 有點面熟 這不李大川嗎 李大川 您 所以您真的認識他 他說他是迷失的導演吧 這小子 信狗開河的毛病這麼多年了 還是改不掉 那 你有他的聯繫方式嗎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要找他 你找他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我是他的粉絲 我很喜歡他的話劇 所以想找他好好聊一下 我自己的作品 這傢伙倒是從來都不缺女粉絲啊 不過我這個人心好 好心提醒你一句 離那個危險分子遠一點 特別是你這樣的女孩子 他很危險嗎 你試試就知道了 對了 我聽說他最近好像是在那個什麼 魔力實驗小劇場裡面混 你可以去那裡看看 謝謝您啊 宋小金 他怎麼會給我打電話啊 你不要緊張 我今天來找你 就是跟你道歉的 道歉 可能你曾經喜歡過嘉誠 所以我對你有一些偏見 過去在言語還有行為上面 過激了一些 你千萬不要介意 這還是那個傲嬌的縮小金貌 他竟然會低頭跟我道歉 竟然為了嘉誠 可以對我放下身段 委屈求全 我跟嘉誠 我們倆很快就要結婚了 我不希望這件事 成為我們至今的芥蒂 而且你跟嘉誠在工作上 也有合作關係 所以 我希望我們能夠放下 彼此過去的一切 成為好朋友 畢竟多一個朋友 總比多一個敵人強 對吧 命運 還是跟我開了個玩笑 難道 宋小金才是葉嘉誠的新娘嗎 我就知道你一定不會拒絕我的 不過我跟嘉誠 因為你有一些不愉快 你不愉快 解鈴還去細鈴人嗎 你的意思是 要我去全時光 我就知道 我們一定會變成最好的閨蜜 對吧 你是不是傻 他讓你幫他勸和你就幫他呀 師姐 你是不是回來以後大腦說話 做損壞人變笨了 這樣的勸套你也麻利得自投羅網 但是 幫宋小金勸和 或許能讓一切慢慢恢復到原來的軌跡 不知道嘉誠會有什麼反應呢 師姐 師姐 你緊緊處處幹嘛呢 看你半天了 你是來找我的還是不是來找我的 我 對啊 我是來找你的 進來坐吧 我 我就是想問你 那個有沒有找到設計靈感啊 想法很多 想法很多 可是直到現在 都沒有找到一個適合他的靈魂 你也知道的 所有的設計都是南緣北遮 直到最後 方法只有一種 這個答案 單看未必是最佳方案 但它是最合適的 沒有比這個更合適 這就是設計的魔力所在 你怎麼知道我想說什麼 我剛在心裏想的就是這個 你怎麼 你怎麼會 真的嗎 所以 這代表我們心有靈犀 你 最最合適的 我想到了 之前一定是我太過於重視 建築本體的設計感了 一味地想用視覺器官 達到驚艷的效果 忽略了建築本體的一個設計 功能型的需求 這才是建築的核心點 世間 你一句話提醒了我 真的嗎 這一次我一直沉浸在 與X24的競爭之中 忘掉了我自己的原則 之前我一直告訴自己 永遠不要為了設計去設計 世間 可以和你幫了我大忙 其實 你不用太過於在意 查爾斯 不管他是英國最有名的設計師 還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設計師 但是在我心裏 你才是最棒的 他永遠都不如你 所以呢 我相信你將來一定會成為最棒的建築師 謝謝 怎麼了 這麼晚沒吃東西啊 我們一塊去吃夜宵吧 我來請客 剛好來慶祝你功課了難題 今天我想趁我有靈感 把剩下的設計改完 沒有 沒關係啊 我去把它買回來 你在這兒做方案 沒關係 易總說了 這是他交給我的任務 一定要全力支持你的設計 我是在監工的 等我回來 來 老闆 給我老三樣 石小姐 你今天怎麼來這麼晚啊 我都準備收拾收拾打樣了 別啊 我剛剛可是以百米衝刺的速度 跑過來的 我連考試都沒有這麼拼命過 石小姐 你可真是我們 嘉心小吃店的忠實時刻呀 可不嘛 今晚對我很重要 需要你的這份小吃 來加持 我的小吃還有加持功能啊 當然了 全世界全宇宙 我就喜歡你們嘉心這一口 好不好 謝謝謝謝謝謝 行 就衝你這句話 今天我就幫你幫到底了 謝謝謝謝 今天又可以陪葉嘉誠刷頁了 只要能這樣靜靜地看著他 我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我可不可以上衣服吧 這麼快就回來了 餐館是不是都已經 你住了 你在等谁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愿意见到我 那我可走了 是我爸让我来找你 商量一下 看什么时候 安排双方父母见个面 有些事情女方不好提的 要男方主动的 怎么你还生气呢 我已经跟石碱道过歉了 他没跟你说吗 小小你是为了 这个事情来的吗 家成 以后我不再怀疑 你跟石碱了 我会努力地 把他发展成我的朋友 好好跟他相处 不打扰你的工作 这还不行吗 我觉得我们两个 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婚姻是两个人的大事 要慎重 难道我不慎重吗 我为你改变了多少 难道你看不到吗 小金 我不是这个 好了 家成 我们两个不要再吵架了 好吗 葡营 你怎么还没有 你怎么还要 你怎么办 我今天还有什么呢 你怎么能帮我 我回去 你怎么能帮我 行啦 走吧 小笼包如果凉了 一定要为布卢加热而再吃 粥如果吃不完 就明天熬上当早餐 千万别吃凉的 对胃不好 一直递着画图 对颈椎不好 喝点热水 补充点体力 不要熬夜太久 注意休息 时间 休息 晓晓 您那边的最终方案 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们好安排个时间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两个方案 尽快地选择出一个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既然要进行方案的甄选 我们就需要一个评选的模式 光凭咱们易茂自己的评估 我觉得会有失偏颇 我建议成立一个专家评委会 从专业的角度 对以上两个方案 进行全面的评估 采取投票制 来进行最后的定夺 裴总 你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 舅舅的这个建议好 考虑的劲儿比我们周全 那专家方面 由您来要紧 我全力致志 好 易总 你为什么要同意呢 还让对方来安排专家 这样的话 不是摆明了对我们不利吗 你说 你说这易钦东他 又搞什么幺蛾子 每一次关键的时候 他就说来捣乱 好 易总到底出什么事了 对方说 要组织一个专家评委会 拿你和查尔斯的作品进行评选 谁的分数高 票选多 谁的方案你就获选 小诚 你觉得呢 我无所谓 我的设计又不是拿来参赛的 这点上 易总你大可不必担心 可是 对方明摆着 会拿他们自己人来做评委 到时候一定会倾向查尔斯 这样的评选对你不公平 没关系了 你对我作品没信心 怎么会呢 我说过 你是我唯一相信 和欣赏的建筑师 那要不就得了 那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已经讲通了 可是我希望你可以被公平对待 而不是变成斗争的牺牲品 什么牺牲品 师姐 易总在这儿 你说话过过脑子行不行 没关系 没关系 既然嘉诚觉得没意见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 我对你有信心 不管怎么样 易总 我还是想跟你讨论一下 接下来设计的方向 好 来 热牛奶 谢了 你蹲这儿几天了 三天了 这个李亨利压根就没有出现过 你说会不会这消息是假的呀 我说 你还真成特务了呀 你干嘛不直接进去找人啊 拜托 人家是让我找李亨利 可没让我告诉李亨利 我再找他 所以你把我扣过来 跟你一起潜伏啊 对啊 是不是他 好像有点像 宝贝 是啊 爸爸来了 就头发长了 还瘦了 来 好像黑了点啊 爸爸抱 爸爸 我可想你了 爸爸 你还不赶紧 跟你老板打电话汇报啊 不是 我 我这怎么汇报呀 奖金 你说这赵文文 万一对李亨利是真的有感情 我这要是告诉他实际情况 这打击得多大呀 对哦 那 但是赵文有益佩啊 他不是还没有跟益佩分手吗 我跟你讲啊 这有钱人的世界呢 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理解的 赶紧的 你 宋小青 你俩什么时候互动上了 他不是你亲笔吗 喂 师姐 好了 来 您请 小心 师姐你来了 怎么样 好看吗 挺好看的 你说嘉诚她会喜欢吗 她还挺传统的 应该会喜欢 她的眼光一向都很好 我还是再去跳一跳吧 你也跟我去跳一下 说不定下一个新娘就是你了 走 你觉得这件怎么样 还不错 拿去试试 我不太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来 走 快去 我在外面等你啊 这给我吧 我去 小姐 可以了 哦 好 好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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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吧 绝对不堪 真的不堪 好美 我都已经感受到了 你为什么可以说好不偷看呢 干嘛不让偷看啊 我告诉你啊 大学有种修建筑 俯修就是偷看 真的吗 还有啊 穿这么漂亮的婚纱 不让我看上谁看啊 说真的 你一定是世上最美的新娘 没有质疑 你看着我笑什么呢 你 你不许看我 你快点转过去 你不能看我 怎么了 没想到 你穿上婚纱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 嘉诚 你曾经在同样的场景里 与我四目相对 那时你的眼里都是满满的爱意啊 嘉诚 好 你来啦 你看石俭穿婚纱是不是特别漂亮 这套是我给他选的 挺美的 你说石俭要是来给我当伴娘怎么样 他一定是我们伴娘团里颜值最高的 石俭 你愿意吗 我 宋小精 你是要把我逼疯吗 你才是伴娘呢 我 好了 别千上所难了 你这样 石俭她也不好拒绝 那我不是把她当闺蜜才让她来的吗 又不是谁都能当我宋小精的伴娘 要不这样 石俭 你先别着急回答我 你好好想想 你要是决定了 我随时给你定伴娘群 嘉诚 我选了几个蜜月的地方决定不下来 你过来帮我选选 走 走 现在的嘉诚 眼中没有我 可我不能放弃 可我不能放弃 我必须要努力争取我的未来 再来一杯 石小姐 这酒不能再喝了 再喝就喝醉了 醉了才好 这就不会难过了 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 谈朋友嘛 吵吵架有助于感情 再说了 看你对她那么好 就像你上次啊 央秋给她做夜宵一样 她肯定跑不了 我老公要跟别人结婚了 你 你结婚了 这 什么时候的事啊 您拨叫的号码正式无人公司 请稍后见 喂 老公 我好想你啊 你来接我好吗 嗯 我在家这一小吃不得你 好想你啊 我心里真的好难过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多难过 也没有人听我说 连我妈妈都不可以说 好希望 好希望 一觉睡醒就能躺在你的身边 一切都没发生该有多好 来 葷小姐 你 你不能睡在这儿啊 你没事吧 我老公拉接我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昨天给嘉诚打电话来着 可是 这明明不是嘉诚的家啊 难道 难道这里是 什么意思 完了完了 我昨天晚上都和她说了什么 都做了些什么 我完全不记得了 这不就是 现在流行的史上简约风吗 跟一佩的风格很搭配 果然真的是一佩 这么大的房子 不会就他一个人住吧 参观狗没了 参观狗 参观狗 也好 易总 我 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个问题好像 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我 我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大了 有没有 是不是骚扰到你了 看来你没有完全喝醉 我是不是说了很多的胡话 因为我平常从来都不喝酒 所以一沾酒就倒了 把他喝了 对不起易总 我不是故意要来骚扰你的 喝了 喝干净 Jobs 速水 第二天容易头疼 要补充充分的水分和卫生素 才能加速酒精代谢 不会喝酒就不要自己 Crystal 我不过是 自己心情太差了 我实在是找不到排解的方法 没有出什么丑吧 那你记得多少呢 我记得我去了家庭小吃铺 然后喝了好多好多的酒 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 然后好像就有一个人 把我给嫁走了 我还以为是 谁 我忘了 不记得了 你抱着我哭 吐了我一声 然后赖在地上死活不走 我看你醉成这样 如果把你送回家的话 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 所以让张凯给你妈妈打电话 告诉她你临时出差 把你送到酒店我又不放心 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你带回我家 那 我的衣服 我的管家 女的 帮你换的 我对你是没兴趣 对不起 易总 我对我昨天晚上失常的行为 向您道歉 我甘愿受罚 如果您觉得 我有必要要离职的话 我没有任何意见 记住了 买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还不耽误第二天的工作 任何理由在我这儿都行不通的 你的衣服 在洗衣间 已经洗好云干 自己去换 现在是八点半 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吃饭 洗漱 我在车库等 好吗 那你愣着干吗呢 我现在就去 是 你吐了易总一声 你还抱着他哭 你还跟他 不是 你还在他家过来一夜 我真的都已经喝断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 我要是知道的话 我一定一头撞墙上去了 我的天哪 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连你都觉得我疯了是不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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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易总疯了 要不然 你怎么还能在这儿跟我说话呢 之前有一助理 因为在咖啡里多放了些糖 就被开除了 怎么哭都没用 我都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 世剑 你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我们易总喜欢上你了吧 怎么可能啊 不然他为什么对你网开一面 有什么招 教教我呗 别闹了 人家易总都有招闻闻了 况且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闻 你那么认真干什么 我在跟你开玩笑 好的 像我们易总这样的人 是不会喜欢上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易总 就像是做冰山 他不会对任何人动真感情 这也就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 不动真感情就没有弱点 赵文文也不是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麻烦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 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在一块 这是为了生意联盟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谈感情伤钱 叶少姐 嘉诚 你 我还有事 你们聊 什么时候来的呀 刚来 我来跟易总聊聊设计 我看你和张凯在说话 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那 你听见我和他说话了 对了 你昨晚给我手机打电话了 我在做方案 调静音了没听到 有什么事吗 我 我昨天晚上 给你回过去的时候 是易总接的电话 他怎么没有告诉我 你 昨天晚上在易总家 不不 我没有在易总家 不是我 我确实是在易总家 可也不是我自己 不是不是 你不要误会啊 反正不是你想那样 我昨天 我昨天只是喝多了而已 这是你的私人生活 不必跟我解释 嘉诚 我跟易总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师姐我没有想多 也没有误会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 你 你是不是真的 一直都很讨厌我 怕到我就很烦我 我知道 我知道你跟小金师姐 马上就要结婚了 虽然我心里 有一百个不愿意 和不舒服 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 一定要去祝福你 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 我不能去阻扰你的幸福 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 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 请你无论如何 不要再说出 祝福我的话好不好 因为我的未来 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 可是显然现在我的幸福 根本就与你无关 所以我可以祝福你 但请你不要祝福我 你听见了没有 没有 梦想要 我去的梦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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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爱情 不会停 没有余光的天空 握紧我双手 带给你全部的温柔 用星辰的闪烁 跨越的时空 给你我能给的所有 如果我只愿到 时间会放手 有些话再说不止空 如果能看懂微笑的面容 是你藏背后的伤口